- 大家好 又是我Soft 今天我會煮一個咖喱給大家看 但是這個咖喱是很特別的 這個咖喱就是一個不辣的咖喱 而且沒有咖喱粉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因为我的小孩很喜欢吃咖喱 但是他们就不肯吃辣的 但是一包买回来的咖喱粉一定有辣的 如果我放得太少的话就没味 放得太多就太辣 于是我就研究了一个不辣的咖喱 先讲解一下材料 第一个咖喱粉的味道是哪里呢? 我们有一个叫papica 甜椒粉 甜椒粉是什么呢? 就是灯笼椒晒干了之后磨粉出来的一种粉 我们可以煮食会很香 但是不辣的 我们用这个材料主要用这个材料 我们今天煮海鲜是用虾做的 首先我会处理虾给大家看 我们首先要处理老虎虾 因为这么大只虾 如果我们煮的时候是有点麻烦的 我们会把头的角切出去 因为这个角会碰到吃的时候不小心 还有虾脚我们会剪掉 其实虾脚留在虾头是会更漂亮的 但是我知道它有很多水分在这里 当你煎的时候可能会弹到你 我觉得剪掉虾脚就会比较容易处理 那我们会割走中间的壳 我们会留在头和尾的壳 然后我会去虾腸给大家看 我们会把虾躺下它 然后我们在虾背上弄一刀 拿虾腸去 绿色的是虾膏 我们可以留在这里 接着我会切菜给大家看 它有基本配菜 灯笼椒 头再切尾 然后我们沿着边位切 让整个灯笼椒的核 所有芯都拿去 剩下一块灯笼椒肉 接着我们想要的尺寸 我会选择切小角 好 接着我们需要洋葱的片 我这次用了紫洋葱 紫洋葱会甜点和香点 接着我们需要一些蒜片 好 那我们煮了 那我们先烧热一下烹饭 烧热之后我们放些虾 我们慢慢去煎它 希望大家放些烹饭之后 不要经常去移动 慢慢让它煎 让它有色才能反弄 这样会好些 因为如果你不停地移动 你煎不到它有色 就没有了香味 什么时候可以反弄呢 你发觉虾开始软了 和香味了 那你可以开始翻它 好了 因为虾很大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 因为它软了 可以动一动起它 再煎煎头之间的位置 在煎的期间 我们开始煮汁了 那我们再加多一点油 然后我首先加红椒粉 灑的时候 有时候收起点火 或者灑在油里面 因为这种粉很容易焦 那么我们可以放多一点也不怕 就是用油再软软软它 那你会闻到很香的香味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洋葱 和蒜片 那我们可以开始煮一下 那我们可以开始煮一下 那到期间再翻一下它 那这个时候我们加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是去皮蕃茄碎 其实在罐头里面 其实有些蕃茄肉 去皮 去浸泡汁的 你用新鲜蕃茄也可以 但我觉得用这种会好一点 因为这种蕃茄经过提煉 它的味道会浓一点 那我们加下去 好 先煮一会 那当蕃茄受热之后 它释放水分 这个时候我们加椰汁 一拿椰汁之后 你会发现香味要出来 加上那些红椒粉 它就有一个好酱咖喱的味道 那这个时候我们 收小一点的火 不要太大 因为你用椰汁怕它会焦 慢慢让它煮熟 就可以了 好 盖上角焗一会 好 这个蝦我估计 大约煮四五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我觉得它OK的 唯独是怕这个头 这个位置可能会生了 所以大家留意少少这个位 好了 那这个期间 我们再加一些红甜椒 一起煮 好了 那我们调味了 调味有几样东西 我们会加一些 糖 鱼露 因为椰汁关系 我会加少少鸡汁 下去 调调味 好了 收干少少汁 就差不多完成了 如果太稀的话 大家可以打少少三分水芡 但我觉得现在的状态 这个状态挺好的 够稀的 又不会太稀的 好了 那我们可以食火 好 淋上碟之前 我们会加少少更换 那我们要撕些叶出来 直接扔下去就可以了 就扔一两块 这样去滑滑 可以了 为何我们最后再加 因为根本会和我们吃一吃香味 如果太早下去的话 所有的叶的香味会走光 而且颜色不是很黑的 OK 上碟 这一个平辣的蕃茄咖喱虾就完成了 所有材料都是很简单的 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里试 多谢大家 给我们不见到 那我们下一个小吃 就有肯定的叶子 还有一个小吃 多快一点 我们下一个小吃 你能缓修除了 母茶 你能不能够 我还是患 你不用